好 接下來我們請何志偉 何委員 好 我們有請我們的部長 那主席 那個主席 最好在哪邊 因為攝影機才拍得到 那個部長喔 我找到一個平均數據 就是平均呢 一個人呢 一個小數會摸臉23次 那我們現場大概有30幾位國防部的同仁 第一排呢 剛剛有人挖了鼻子三次 第二排呢 有人摸了鼻子一次 然後呢 包含他的這個臉部不斷的觸碰 那我想此時此刻 在防疫的時期 身為上將 中將 少將 應該要從自己做起 是不是 拜託部長 再發布一下你的命令好不好 我剛在主席台上這樣看 覺得好危險 而且我們剛剛有在座的委員咳嗽了兩次 所以 飛沫傳染可能是 一公尺到兩公尺啦 所以 請部長稍微作為回應一下好不好 這邊 這邊 啊 第三排都很乖 剛剛沒有這個 摸到鼻子 或者是眼睛 但是有觸臉的狀況 好 請部長回應一下 再次宣佈 請各位同仁大家 要做好健康自主的管理 不行啦 這樣子不夠啦 強度要再高一點 這個 我們局局都有相關的規範喔 希望大家 要按照相關的規範來遵守 好 因為你們都是國家重要的人 重中之重 所以 這是一個帶著關懷 以及重視的一個表達 好嗎 那接下來 部長辛苦了齁 我想 國軍人員呢 對於酒駕 那就 ville 停了一下 我也忘記了一下 然後再做一個